先和Jason说整个形势 说中突股 基本面我们都说了很多 第一 股值不贵 第二 政策引导 衷敬政府会做系统性的工作 去提升国企的股值 短线也有 吹发机 给市场有个炒作理由 上交所据报将在5月11日 即星期四 过两天 举行一个发现央企投资价值 促进央企股值回归的业务交流会 同时 都适逢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下个星期四 在西安市举行的一个中国中亚峰会 分析受预料 到时会有多些基建项目去发布 即参考BOOMBERG的数据 至少昨天为止 第二季以来 护心300指数十大升幅股当中 中市股占了90 而排榜首是石中石油 相反 第一季护心300指数 表现最好的头十只成分股 都是AR和科技股为主 好像形势很不同 虽然午后突然之间散了税 但你觉得中特股行情 是否都可以继续下去呢 中特股行情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下去 当然了 在气氛最强烈的时候 今天有个回吐 当然是大家淋一淋冷碎 但本身中特股这个概念 其实由上年11月 由资亚亦会门提出之后 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 都曾经提出过 所以其实当然在内地方面 或者大家都对这个中特股 如何提升股值呢 大家都有个问号 所以现在才有 这个叫发现央企 投资价值这个研讨会 在来周四就会召开 所以其实你现在在 大家在炒股值的一个 大环境下 其实你的整体的方向 我觉得暂时都不变 因为其实你在炒中 尤其是大型国企的股份 那其实就不是说外资去到追逐 其实反而是北水的一个投放 其实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誘因 若果你看回很多的大型国企 或者升得多的中借股份 其实北水流入的一个资金 其实持续在一路增加当中 因为如果你说 就是个息率来说 那其实这边已经有个股份上去折让 那其实折让底下 你其实在PE 其实比我们低 但是股息率也是比内地高的 所以其实你北水 其实也是成为今次 其中一个主导 踢上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公身 所以如果你说大家稳定的时间 那当然在这个股息收幅 当然是除了你说叫低PE 高股息率之外 大家都可以留意就是市涨率 因为其实内地方面 其实都会着重在市涨率身上 如果市涨率其实你可能偏低的 可能有一些个别基建股 其实只有0.2多 其实你看到过去这三个月的升势 都是很持续一直向上升当中 但如果你看回就算94 那些 现在是说市涨率 都接近一的时间了 去到70元的确实 又面对着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往往大家可能 看着市涨率 来到因应短期的投资状况 我觉得会比较理想 暂时就继续看着市涨率先 就是看到有个现象开始出现 就是有不少的A股 因为近期股价就異常地波动 就是三个交易日收市价 就是说升广的升幅下累计达到两成 要发一个澄清通告 看到中行和文行A股 昨晚都因为这样而有一个通告 就说没有一些东西 我要披露的重大信息 去解释 就是说股价移动 他们都没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去知道什么事 看到不少内银股 其实很少会这么波动 会不会太波动的时候 有时候投资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看到中突股升浪 很少详细谈过内银股 刚刚昨天说的中行和中信银行 都是2015年7月以来第一次升停 再加上大摩最新也有份行业报告 就说内地宏观经济逐步复甦 哪些银行会做好 它有一个题目 说内银其实有个良好价值 低股息息率高等等 另外就是第二 内银股息是过度反映 已经内地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危机 及承担社会责任 第三就是说到银行理财产品 及货币基金回报低 令到更多资金流向股息吸引的内银股 特别是越来越多国企ETF基金 都在市场推出 看回大摩估计 即使近期内银年回是破顶 今年内银股 平均据许失股息率仍高达百里 再加上不停传出 就说内银要下调存款利率 去舒缓息生压力 这件事来说 虽然暂时短期来说 就比较波动一点 就是升得升幅比较多 但是还有没有理由去支撑着 那些资金留在内银上 我觉得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一点 因为内银方面 PE低股息率高 大家都是见到很久的一个事实 但一直都炒不起 最主要的就是在内地方面 一直都是减息 或者货币宽松的状况 其实很多的内银企业 都反映了第一季度 正式差跌尺度 而且在收窄当中 这一点是大家比较有关 但如果你说近期 从4月初的时候 开始一路传出 存款利率是一路降低的时候 那其实可以 就彌补得到 那个息差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可以 将个正式差的情况 能够再度扩阔 那市场方面是因此 最少你找到那两点 那令到就是资金 愿意投放回去 那如果你说 看回内银 那普遍来说 你说公行建行为例 那其实市场率 都是0.4几倍 那其实也都是中到 就是刚才所说的 市场率是比较低的股份 那所以你之后 还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 那但是维持回 如果你说过分炒作之后 有机会去回 10天20天市 这些位置 再做部署的价位之安全 好啊 很快消息的问上Jason 就是简估方面 大摩就点名中信银行 和民行 就是说两间银行 聚焦处置不良贷款 和重组主要业务 那你觉得 这个看法你同不同意 其实我觉得同意的 但是当然 他们如果就这样看股价 那其实表现真的 相当超级理想 那所以如果你说 累计过去真的 升了不少的话 那跟刚才一样 如果你说一个理性的 一个投放的话 应该去到20天线才考虑的